就是这四个多月来 我觉得他们真的给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然后即便我在场上 其实有时候表现得没有很好 但他们就是都很信任我 就算全明星结束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真的是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希望可以跟大家聚在一起 永远都是开开心心的 你们真的是最棒的 在我心目中我们已经是中冠军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留遗憾的这种心态去面对 这几个月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 很难买不到的这种回忆 我很开心在全明星认识一群 这么棒的队友们 我很希望还是能够继续地 跟你们运动一直到老 真的很谢谢你们这四个月陪伴我 然后可能有时候忍受我的脾气也好 然后我很珍惜跟大家训练的日子 然后我一定会想念你们的 你看这么爱哭的我 我很忍着这个情绪 因为我知道我们还是会再见面 而且我们会一起运动 谢谢你们在我最没有自信的时候 你们永远都比我还相信我自己 就是这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以来都知道你们都是非常棒的 我们一定会一起再约 然后再聚 我觉得如果我们之后再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聊聊开心的事情 然后喝喝酒 我觉得我们都辛苦了 我们都没有输给自己的努力跟认真 然后我也很开心 没有拿到总冠军 但我拿到你们的彼此之间的友情 跟我说的一些很感动的话 我都有记在心里面 那希望我们在这四个月结束之后 我们还可以很常联络 我要谢谢蓝队的所有人 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 还有这么多的耐心去跟我沟通 让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人 在演艺圈进来之后 能够遇到这些人 是我非常非常大的幸运 从一开始很煎熬 然后到后面 大家都真的是一家人了 我觉得很暖 所以很谢谢 最后我想跟我所有队友说 我爱你们 就是很谢谢你们 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 我觉得能在你们心中有个地位 我自己已经心满意足了 能在蓝队 我觉得很庆幸 也很开心 真的辛苦所有的队友 谢谢你们 如果不是每一个人的努力 我们不会走到今天 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 节目虽然结束了 可是希望 我们还是像家人一般的 持续联络 持续互动 持续运动 大家可能要各奔东西 然后大家的演艺事业都越来越好 我们以后还是会 好好的当全明星的一家园 以后还是要常约起来 常聚起来 谢谢大家 好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